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冰箱现在已经是人们常用的家用电器了 很多人家里都有冰箱 只要有了冰箱 在食物的保鲜方面就好了很多 但是冰箱既然作为电器 那就是非常费电的 要想不费电的话 我们一定要学会省电的技巧 一般如果冰箱密封性不好的话 也是很容易费电的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 怎么检测冰箱的密封性 检测冰箱密封性的小窍门 第一步 其实方法很简单 我们首先准备一张大一点的纸张 冰箱门打开 把纸夹放在冰箱门上面 第二步 然后我们用手轻轻的去拉扯一下这张纸 如果非常轻松的就把纸拉出来了 说明冰箱上面的密封条已经老化 出现了缝隙 如果拉起来非常的费劲 说明冰箱密封条的密封性能还非常的好 冰箱密封条老化出现缝隙 里面的冷气就会跑出来 不仅食材得不到很好的保鲜 而且还耗费了更多的电量 第三步 对于密封条老化的现象 我们只需要用一个电吹风机开热风档 对着密封条吹一会儿就可以了 老化变形的密封条 就会因为热胀冷缩的原理膨胀起来了 这样关上冰箱门 密封性能就会变得更好了 冷气也不会往外跑了 自然电费也就可以省不少钱 二 一碗水或一杯水 也可以在冰箱的冷冻室里 放一碗水 或者是放一杯水 要是它完全结冰的话 那么再把它放到冷藏室里 这样冷藏的时候 水会吸热量融化 冷藏室的温度就能下降 这样冰箱的制冷效果就会更好 可以节省下不少的电费 冰箱用过一段时间后 如果出现冰霜聚集的情况 那就要定期进行处理 要不厚度越来越大了 那么就会增加家里的耗电 最好是进行除霜 可以在冰箱里用塑料膜粘贴 再在它的表面涂植物油 这样冰就很少会附着了 后期清理也会比较简单一些 检查了门的密封性 现在我们还要利用这张纸 给冰箱做清洁 将这张A4纸对折 折成一张卡片大小 这个时候这张A4就比较硬了 也可以直接用不用的硬质卡片代替 效果更好 将卡片上包上湿纸巾 蘸上一些白醋 顺着冰箱胶条缝隙走上一圈 每个缝隙都要走到 这时候你会发现 纸巾留下重重的黑色 这些都是平时看不到的霉菌 不仅影响门条的吸附性 最重要的是危害我们的健康 做完清洁后 大家再试试 吸力是不是更好了 如果还是不够好 直接去某宝买上一副胶条 换上就可 门条密封不紧的问题 就彻底解决了 冰箱更健康 电表也可以休息一下 跑慢点了 冰箱有哪些省电的小技巧 1.减少开关门 冰箱门每次打开后 里面的温度都会回升 在关上时 压缩机就会开始工作 又发出嗡嗡的声音 所以在每次打开冰箱门时 都应该想好自己要拿什么 家里有调皮的孩子 经常开冰箱门就忘了关 这样更是耗电 家长们也不要溺爱孩子 要让孩子养成随手开关的好习惯 2.冰箱内温度调节适宜 夏季 电冰箱的冷藏室温度定为5摄氏度 比定为8摄氏度 每月多耗十几度 而且保温效果差 一般食物保鲜效果8-10摄氏度最佳 冷冻室温度零下14摄氏度 比零下18摄氏度 省电2%左右 所以要合理调节冰箱温度 可以根据季节变化 食物的种类和多少 合理调节冰箱温度 比如冬季 调温旋钮转至1字 夏季调至4的位置 更有利于节电 3.定时除霜 现在市场上虽然有了无霜冰箱 但有些冰箱仍然出现结霜现象 一般电冰箱内 蒸发器表面双层达5毫米以上时 就应该除霜 如果挂霜太厚 就会产生很大的热阻 影响冷热交换 制冷效果差 耗电量也会增多 所以需要定期清理 4.冰箱放置位置 冰箱应该放置在清洁干燥 通风良好 不需要经常移动的地方 避免阳光直射 最好是放在家中背阴的地方 背后要通风 尽量不要与微波炉放在一起 不然微波炉工作时产生的热量 会增加冰箱的耗电量 老电工提醒 冰箱上别放这三样东西 费电还影响寿命 现代家庭的生活 离不开为我们提供便利的各种各样的家电 不过这样虽然方便了很多 但是每个月交电费的时候 还是会心疼 尤其是我家的电费 每个月都很高 比邻居家多出了百来块钱 直到上次 一个老电工师傅过来查电表的时候 发现了问题 提醒我们冰箱上别放这三样东西 费电还影响寿命 1.微波炉 我家的冰箱买得不大 个头也不高 上面还有很大一部分空间 再加上家里的料理台比较小 放不下太多的小家电 索性就把家里的微波炉 放在了冰箱上面 开始我们都还觉得自己挺聪明的 空间的利用率大大提高了 谁知道老电工师傅告诉我们 像微波炉这类的小家电 最好别放在冰箱上面 虽然有些小家电不重 不会给冰箱造成过大的压力 但是小家电在运行的时候 也会发热 放在冰箱上面 会影响冰箱的散热 这样冰箱在制冷的时候 需要耗费更多的电能 而且还会影响冰箱的使用寿命 严重的甚至可能直接就损坏冰箱 导致冰箱不能用 老电工师傅告诉我们 大部分的人家还是不会跟我们一样 在冰箱上放小家电 不过很多人 尤其一些中老年人 特别喜欢在冰箱上面盖一个防尘罩 很多人都觉得能够帮助冰箱阻挡灰尘 非常的实用 而且又美观 但其实防尘罩在防尘的同时 也阻挡了冰箱的散热 让冰箱更耗电 并且缩短使用寿命 3.植物 家电和防尘罩都不能够放 但是我们家的冰箱真的有点小 上面不放东西 感觉有点空荡荡的 那我们能不能放些绿植 在上面做装饰呢 老电工师傅告诉我们 最好不要 冰箱散发出来的热气 会影响植物的正常生长 而且植物的叶片 大都有蒸腾作用 能够散发出水分来 这些水分也会慢慢地 腐蚀冰箱的零部件 终于知道 为啥家里每个月的电费 这么多了 还有很多人的家里 都和我一样 喜欢在冰箱上面放东西的 建议大家 最好别再这样做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下期再见